由台东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主办的 在过渡中停留艺术家驻村创作展活动 驻村艺术家吴于轩 因为喜欢原住民对待土地和人的关系 所以最后是带着三岁的儿子 来到了全阿美族语的河边教室来生活学习 由台东县政府原民处主办的 在过渡中停留艺术家驻村创作展 驻村艺术家吴于轩 土生土长台东人 旅居各地后最后回到台东 这里就是一个会提供你空间的地方 就是对我来说 我好像一路的求学求职都一直在远离家乡 可是那个家乡的那个辽阔感 什么都没有却觉得很足够的那个状态 会让我一直想回头 因为喜欢原住民对待土地和人的关系 所以最后带了三岁的儿子 到了狱里全阿美语河边教室生活学习 他们知道怎么去在山林中取用山林给的果实 然后他们知道怎么样有节制的 然后怎么样尊敬这个供养他们的这块土地 在这次展览中主要分享与儿子在阿美族部落 全阿美语河边教室的生活和学习 那我的住村在台东原住民文创聚落的住村计划就是把我在那里生活和学习阿美族的语言 跟文化的这个过程我把它写出来然后也拍影片拍照片 试着把这种我在小时候以为要远离的这种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天地 我重新把它留存下来 生命有什么就给小孩什么 吴于轩也在一道辣洋葱中误出了道理 我们的鲁臂家长然后他在野地上就这样抓了洋葱 只是生洋葱然后拌一些胡椒粉这样给我们吃 然后呢我小孩就一直念念不忘 那个明明会很呛辣的东西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诶为什么我的小孩会很想念辣洋葱 这么原始朴实的食物的味道 它没有很复杂的调味也没有精美的摆盘 就是在锅子里面 就发现呢就跟他们对待小孩对待生命一样 就他没有要去遮掩洋葱的辣味跟呛辣 就是生命有什么我们就给小孩什么 分享会也邀请了全阿美玉河边教室的家长们一起来聊聊 这就是我儿子 其实我们不怕其实我们不怕 那一天其实我是冒着人看看他下来 但是我不能一直阻止他 因为这是他最爱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年纪想要冒险的心态吧 尊重小孩自己原始的样貌 也许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 记者陈如台东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